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首要嫌疑人赖昌兴在23号被遣返中国 引起了大陆民众高度关注 对于这起重大事件 中共喉舌媒体似乎不愿意高调报道 而且试图淡化处理 大陆民众对待赖昌兴被遣返和他本人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一起来关注 在逃亡12年之后 赖昌兴在7月22号下午被遣返回中国 并且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正式逮捕 在赖昌兴被遣返的当天 大批媒体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采访 但中共当局使用了特别通道办理他的入境和逮捕手续 使大批记者扑空 后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公布了相关图片和视频 就在事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的同时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和星期一 中共喉舌新华社和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网站主页显要位置上 仍然没有显示这条消息 两个网站首页的新闻热词中也都没有列出与此相关的关键词 以敢言著称的南方都市报跟中国各地其他报刊一样 也只采用了新华社稿件或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报道了这条消息 据南东报编辑邓志欣向美国之音解释 因为这类话题比较微妙 地方媒体没办法去做更多的报道 只能根据新华社这类媒体来报 而与当局低调处理手法形成强烈对比的 则是大陆网民对这一案件的高度关注 据中共媒体对盘古搜寻引擎以及百度网的综合搜索统计 赖昌新遣返案是过去一周里大陆网民最关注的新闻热点 英国路透社报道说 赖昌新被遣返的消息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 因为民众普遍痛恨贪腐现象 并希望借此堵住贪官外逃漏洞 不过除了一般舆论认为赖昌新是中共十八大权斗棋子外 一位新疆民众还表示 中共还想借此在所谓的反腐问题上和贪污划分明确界限 为自己洗清罪名 而有一些民众认为 厦门特大走私案 说赖昌新是主角是不确切的 是冤枉了他 赖昌新背后的权力、势力、政府相关人员才是案件的主谋 没有他们就没有赖昌新 因此有民众认为没办法去评价赖昌新的好与坏 因为有中共贪腐这块土壤的大环境才促成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有不少民众对赖昌新抱以同情 赖昌新远比要拱圈流氓要搞上得多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利益 但是他也做了不少的算式 那些汤管武力们谈完了以后 他们天还没做过算式 因为这个流氓们他们只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些流氓们不为自己服务 在远华案发生后 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对赖昌新的逃走非常愤怒 怒斥赖昌新死三次也不够 但是和赖昌新同事福建省近江人的吕先生说 赖昌新为当地的村民做了很多公益事业 所以赖昌新所在村子的村民 对于他的被抓都感到可惜 福建的老百姓总是这样讲 福建的贪官我具体没有查出来 此外对赖昌新回国后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但是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认为 中共为了向国际展示自己的诚信 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动赖昌新 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哪怕是生病了都会令共产党不安 新唐记者长春 王子齐 伯尼采访报道